最近三四个月 我添了个新毛病 凌晨两点钟的时候肯定醒 头啊像带了个金箍咒一样 疼得不得了 吃了不少助眠药也不起作用 不知道这是什么问题 同病相连的还有上海的王先生 最近小半年呢 他也出现了睡眠障碍 经常半夜头疼疼醒 您可能会觉得说 头疼呢像带个金箍咒 这怎么这么像高血压呢 咱们接着看一看新闻哈 上海的王先生的确有高血压 都十多年了 但是呢他控制的不错呀 每次上医院检查 收缩压也都是在130毫米拱住左右 可是还是有一件事让他挺不解的 虽然血压控制的可以 但是动脉斑块 动脉硬化 心事肥大也都找上门了 以知条件 这位观众和新闻里的王先生 半夜呢总是头疼疼醒 是同一个原因 问题是 他们这到底是啥毛病啊 听说刚刚那位观众 是您的一位患者 只是说这蹊跷的问题 您一定知道答案 我晚上让他撤了一下血压 我们都知道啊 这血压呢一般啊 都是早上和下午各测一次 但是这个晚上测血压 不是说晚上是一天当中 血压最低的时候吗 我相信啊 是不是有不少的观众啊 对于易老师这个建议 有点不解 为什么专业医生 告诉患者要晚上测血压 咱们先看看他俩 这个血压的情况 好吧 我就是晚上醒的时候 测的血压 高压130 低压84 上海的王先生 也按照医生的安排 测量了夜间血压 是高压135毫米拱柱 低压90毫米拱柱 他这个不高 我们国家呢 这个高血压指南是将 大于等于高压140 低压90毫米拱柱呢 是认定为高血压吧 我们经常提到的说 血压高压值 可以达到140 甚至老年人 可以达到130 140 都是正常的 这是只白天的 一般在夜间 静息情况下呢 血压120 110才正常 甚至很多正常的人 我们在临床观测的时候呢 他在夜间睡眠的时候呢 后面的血压呢 可以达到100以下 同样的病人 没有任何伤害的 这是正常的 那这两位朋友啊 他们这个夜间的血压呢 都已经超过了120了 这种情况呢 就是我们听说过的 叫夜间高血压 一般来说病人呢 都普遍有一些东方英化的基础 就认为我们早上血压正常 我们全天血压都正常 那么心脏出现一些 隐匿的损害的时候 我们都不知道 高血压这个 它对人身的伤害 是非常隐匿的 很多人甚至出现严重的 高血压生病了 才发现 才意识到 那么所以说 为什么要达晚上血压呢 就是看 我们的一天的血压曲线